三十点 好嘞 大家好 我是小新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沈阳市省河区的望远社区 今天呢 我就带大家去看一看 在沈阳大家是如何吞球菜的 你好 大姐 咱们这个白在多少钱一斤 七毛 七毛钱一斤 然后多少钱起送呢 百斤起送 百斤得买一百斤 买一斤百斤起送 零买也卖 那我想知道 就是在买完这个白 再回家之后要怎么储存呢 储存你就放那个先晒一晒 晒两天 完了放一两地方 那哈别太热的地方 完就能放到那哈 能放时间长 比晒几天 上三天的 上三天就行 然后这个八能拔不 不拔 不拔 晒白的不能拔 不能拔 四千八万 还新的一样 这一盒菜大约有多少钱 这有七八斤六七斤都有 这都买带心的 这是样的黄鲜菜 这是样的黄鲜菜 菜叫什么名 薛丽 薛丽黄鲜 那它怎么成的 我也不是 这些人给它一盐 反正它就是蘸绿了 反正吃出你再泡一下 谢谢 就这个秋季有这些菜 冬天没有这儿弄了 咱们这个大葱选择什么样的比较好呢 这个大葱 这个大葱 这是以前的老品种 这个是老笨葱 买完以后 回家就是 把这个 全打开晾一晾 晾个三五天以后 拿着在前面网上以后 就是万一冷地儿 往冷地儿一放就可以 就放到过年五一 它也不太坏的 也是低温促存 对对对 低温 怕热 不怕冻 对不对 这就是所谓的山东大冲 这铁杆 知道吧 这就是奔冲 太冬硬热 这个现实可以 但是冬天一冻就底硬了 烂了 一冻一化就不行了 暖了 对 什么现实 就是咱们本地的奔冲 就是随便放 怎么冻 它也不太坏的 换完还不必定 换完变成圆样 好 生活非常好 阿姨你今天买了多少大葱 六块 为什么买这么多呢 冬天一会吃 一个冬天能吃完这么多吗 能 能 嗯 来来来 一碗 来 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这种连续输岛区呢 是设立在这样的一个小区较为集中的地方 这样可以便于我们的市民呢更好更便捷的来购买球菜 同时呢我们把这个输岛区设在我们的三四级马路的这样的一个小巷 它呢 又可以保证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交通的顺畅 放到过年都行的 从啊能放 好 我来采访之前我妈妈特意叮嘱我 要买两块大葱回家 现在我赶紧带着球菜回家了 θα yuk''儿都hov 我要把四东西去 下红区 你怎么 潇洛区 好 你 温佩 漢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